这个老太太被家中了一个盒子 折磨得几乎没了人呀 当她准备将这个墨盒砸碎时 老太太的脸突然扭曲变形 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抛来抛去 这不是一般的盒子 而是一个装满恶灵的恐怖魔盒 如果不幸将它打开 便会被恶灵附体 灵魂将被恶魔逐渐吞噬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恐怖电影 小帅是一个篮球教练 因为工作太忙 三个月前金发妹和她宣布离婚 这天金发妹要和男友享受二人世界 小帅便把两个女儿 接到自己刚在郊区买的新房子里 第二天小帅准备带女儿置板家具 走到半路发现有人在处理二手物品 下车后那个诡异的盒子 吸引了小美的注意 她恳求父亲帮她买下来后 包着盒子在周围闲逛 在附近的房间里 发现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人 她看到女孩抱着那个盒子时 显得有些恐慌 使出洪荒之力让女孩把她扔掉 这是房间里的女人看到后 赶紧拉上了窗帘 可惜女孩没明白她的意思 更不知道这个盒子里 隐藏着恐怖的秘密 女孩将盒子带回家后 睡觉前好奇地打开了她 这一刻她和家人的噩梦就此开始 她在里面发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并且将一枚戒指戴在了手上 然后抱着盒子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小娜突然在房间里大叫响 父亲跑到房间掀开被子一看 和那个镖本一样的飞蛾 出现在她的床上 小帅毫不犹豫地把她给拍死了 小美这边突然变得无精打采 而且戴戒指的手指开始变黑 这天晚上 两个女儿看到一个罐头 自己从厨房里滚了出来 小帅上前查看后发现 厨房已是一片狼藉 便为女儿说 可能是一只浣熊跑了进来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小帅马上封死了那个小门 这天夜里那个魔盒自动打开 并且不断地叫着小美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小帅叫小美吃早饭时 看到小美正对着镜子发呆 从镜子里看到 小美的眼睛全部变成了白色 就好像被恶魔附身一样 小帅走上前她又恢复了正常 吃早饭时小美变得更加诡异 面有表情目光呆滞 不停地往嘴里塞满事物 这种金属和盘子的摩擦声 让小帅感到不适 当她提醒小美停下时 却被她用叉子狠狠地插在手上 晚上小娜刷牙时 卫生间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飞蛾 听到女儿的呼喊声 小帅急忙跑了过来 却发现小美的房门下 涌现出大量的飞蛾 当小帅推开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 小美在满屋的飞蛾中 抱着魔盒发呆 父亲将小美抱出来后 请来昆虫专家处理此事 专家却说 这可能和家里的棉部有关 飞蛾只是没有颜色的蝴蝶 没什么可怕的 小帅知道他们这话 简直就是放屁 直接将女儿送回了前妻家 顺便缓解了下情绪 从这以后 小美变得更加诡异 这天晚上小美洗漱时 发现那只戴戒指的手 越来越黑 而且总感觉 喉咙里好像有异物 当她打开手电查看时 第二天小美上课时 后面的小男孩好奇她的包里装了什么 偷偷拿过去打开一看 居然是那个神秘魔盒 小美发现后二话没说 直接将小男孩爆打了一顿 老师出现才及时将她制止 并且没收了魔盒 但她不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盒子 晚上老师在加班时 突然听到盒子里传来奇怪的声音 当她准备打开盒子一探究竟时 房间里突然阴风四起 而且眼睛里开始流出鲜血 当老师准备走出房间 却被一股神秘力的 直接给拉了回来 然后在房间里不停地摩擦 最后将她从18楼扔下 全村人过来吃喜 老师死后学校已经停课 当父亲将这个消息告诉她后 小美并没有为老师的死感到遗憾 而是让父亲帮她拿回那个魔盒 还说那里面住着她的朋友 这时小帅突然意识到 自从买回那个盒子后 家里才出现这些诡异的事 现在小美已经完全被那个盒子蛊惑 回到家后便偷偷将盒子给扔了 没想到小美知道后 跟发了风一样独自出来寻找 最后跑到垃圾站 将盒子抱了出来 小美将魔盒缓缓地放到地上 魔盒自动打开 从里面飞出大量飞蛾 全部钻进了她的嘴里 小美被恶魔附身后 直接晕了过去 小帅追上来后才将她带走 金发梅得知此事后 将所有责任都怪在了小帅身上 并把女儿带回了自己家 没想到小美比之前变得更恐怖 眼睛变成白色 脸上还出现了一只恐怖的手掌 正在拼命地从她眼睛里钻出来 小帅这边为了拯救女儿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带着魔盒找到一位老教授 教授精通多国语言 从上面的文字了解到 这是靠某种信念制作的恶灵魔盒 里面存着许多邪恶的灵魂 制造盒子的人一定有强大的信念 还调侃小帅真是个勇敢的男人 居然抱着恶魔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作者之所以隐藏盒子上的锁 因为他被成为死亡警告 一旦打开盒子 便回引来杀生之祸 回家后小帅看了一些 关于驱魔的视频 来到前妻家在小美床边 念起了咒语 恶魔发怒 小帅手里的经书直接 确定小美被恶魔附体后 小帅开车来到犹太教会寻求帮助 神父看到盒子后大惊失色 说这个盒子无比邪恶 恶灵一旦寄生到宿主体内 会慢慢吸干宿主的生命 和宿主的身体合二为一 最终获得重生 如果想要恶魔重新回到盒子里 首先要知道他的名字 小帅恳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女儿 因为驱魔有可能会随时丧命 所以神父们都不愿帮忙 最后小帅用一段煽情的演讲 感动了一个年轻的教徒 愿意冒险帮他救回女儿 小美在荡秋千石 看到那个后爹很不顺眼 邪恶之力瞬间爆发 后爹的嘴角不断地流出鲜血 牙齿也开始脱落 直到所有牙齿全部掉光 后爹被吓坏了 直接开车离开 小美倒地后 浑身抽搐了下来 最后从嘴里飞出一只飞蛾 母亲健壮赶紧将她带到医院检查 医生看到了她此生最难忘的画面 小美的身体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张人 而且正在诡异地盯着他们 小帅通过大女儿知道 他们在医院后 也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神父在车上打碎了魔盒中的镜子 发现了恶魔的名字 老鼻灯 来到医院后 他们将小美偷偷带到一个空旷的房间 开始准备驱魔仪式 将他们至亲至爱的信物放在了盒子里 神父披上白色的驱魔披风 开始念起了咒语 恶魔感受到痛苦后 变得暴躁不安 最后挣脱他们的书 直接掐住了神父的脖子 小帅竟然心切直接追了出去 最后在停尸间发现了小美 在红色灯光的照射下 小美看上去平静了许多 想让父亲给她一个拥抱 小帅刚走上前 红灯瞬间熄灭 下一呢 小美出现在她的头里 将小帅安在地上疯狂地门窗 当神父他们发现这对妇女时 父亲已经把小美抱在了怀里 金发妹和大女儿以为他们赶走了恶魔 直接冲上去和他们抱在了一起 神父知道恶魔不可能就这样离开 将魔盒放在地上 大声念着恶魔的名字 小帅的眼睛突然变成了白色 原来恶魔选择了新的宿主 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 把小帅拖到了墙角 神父没有停止继续喊着恶魔的名字 这时房间的灯光开始闪烁 小帅的嘴里飞出大量的飞蛾 紧接着一只手也从嘴里伸了出来 恶魔离开小帅的身体后 艰难地向盒子爬去 随着恶魔的一声怒吼 一切都恢复了瓶颈 一家人再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镜头一转小帅再次回归了家庭 世界最美的风景 都不接回家的路 每一次归途都是一种享受 小帅的回归对金发妹来说 更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神父这边准备将魔盒带回教堂 为他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没想到在半路发生了车祸 魔盒再次丢失 等待下一个宿主的到来 恶魔总是跟随人类的欲望 只要邪念存在 恶魔永远不会消失人间